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我也有 就是你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 如果对我评价是正面的 那我很高兴 但我的行为 不会因为这些而被道德绑架 评价口碑 是因为我的行为产生 而不是因为我为了这些 产生对应的行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只是喜欢上了 一个小姑娘而已 我又没做错 你干吗老那么紧张护着我 走 走 刚才在快了 我没反应过来 要不再来一次好不好 嗯 你 做什么做 表达失望之情 我给你说 这个下满真的特别好 玩的时间多 忙的时间少 我跟你说 那边有大海浪 健身房 拍手特别好看 还有水凉管 哇塞 真特别好 你们俩这是去 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了吧 这么晚才回来呀 诚哥诚哥诚哥 那个既然你俩回来了 跟你们通知个事啊 俱乐部安排我们参加个活动 特别简单 就是一个粉丝见面会 拍个围络个 就当玩似的 对 那诚哥既然不愿意去的话 那我只好取消去厦门的机票了 取消了 什么 去哪儿 厦门 我们如果不去呢 也就错过了一次 与美食接触的机会 错过了一次 与一个美丽城市亲密接触的机会 遗憾哪 遗憾 别别别别啊 我们住的酒店离夜市远吗 活动日趁秒出来了吗 几点开会几点收工啊 要是收得晚夜市收摊了就不好了 你们到时候都别拖啊 唉 你们说一千到一万的 那去不去 还不得诚哥说了算呢 嗯 诚哥 去不去啊 去 耶 呼呼 耶 耶 哎呀 哎呀 快一点啊 就知道晚上到了 我突然到下午的活动 我这招一招 玩的又菜 又你菜 停 我的搁单 俱乐部的订单出了点问题 八点才能把房间收拾出来 大家稍安午早 我刚看了点评 这一家酒店的餐厅 评分就特别高 要不我们去吃点饭 怎么样 好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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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走 走 诚哥 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去吧 我去和我妈报声平安 好 帮我跟妈妈问好 嗯 嗯 对 我们已经到厦门了 挺好的 就是有点下雨 嗯 你们不用担心 我先挂了 大姐姐 你 是 你 是 你是 真的是你 我是你的粉丝 粉丝啊 你打职业之前 我就特别喜欢看你直播 我也打中单 跟你学了好多技术 我现在端位还可以 再往上打一点 估计就能碰到你了 我的梦想 就是和你打一把游戏 姐姐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好啊 杨阳 一下子没看住 你又乱跑了 还到处和不认识的人说话 你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 我没乱跑 也没和陌生人搭话 这个小姐姐 是我喜欢的电竞选手 什么选手 电竞 哎呀 行行行 电什么竞啊 不就是打游戏嘛 你们这些小孩啊 沉迷游戏耽误学习不说 还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 走啦走啦 萝卜姐姐 我也想打职业 想拿冠军 今年的全国总决赛冠军 就拜托你了 再见萝卜姐姐 行了 走了走了 行了 以后别乱跑了啊 你怎么来了 你整整消失了三十分钟 我以为你被人绑架了 我又没有钱 刚打职业三个月 就被扣了三个月工资 资产是负数 我有钱 要是绑架 你跟我要钱怎么办 要五百万我也得给你 刚才小鬼谁啊 一个小粉丝 说什么了 要签名 她说她还想打职业 不过职业道路被老妈干口 问你个问题 我使用期过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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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